很高兴您来到STAR频道,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。 赵丽颖出道18周年,磅身56个角色,她的行走的剧名。 龙套岁月见证风华,赵丽颖靠自己闯出一片天地。 在18年前的这一天,一个年轻的女孩踏入了演艺圈,开始了她的传奇生涯。 没错,我们所说的就是赵丽颖。 她没有后台,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才华一步步走出了一片天地。 这段龙套岁月的存在,反而激励了当下的女主标杆更加努力。 她是当代版本的热血传奇,让我们共同为赵丽颖的18年奋斗致敬。 影视双报国民优秀演员,赵丽颖的作品如影随形。 赵丽颖的演艺之路可谓是一马当先。 她曾出演过王妃将相、世农工商、Jellison至仙霞魔幻等各种角色。 56个角色傍身,每一个都展现了她出色的演技和才华。 作品傍身、演艺功力深厚,观众倾慕,赵丽颖成为了行走的剧名。 不论是实力还是口碑,她皆名副其实,人气和专业并存,成为了影视双报国民优秀演员。 网友调侃,赵丽颖的剧名就是她自己。 欣赵丽颖的出色作品,无不使人惊叹她的多样才情。 网络上也充斥着这样的赞美,赵丽颖的戏录就是她自己的标志。 的确,每一次登台,她都能带给观众不同的惊喜,让人对她的表演充满期待。 她出色的表演技巧和富有层次的情感演绎,简直是戏剧的完美结合,让人流连忘返。 赵丽颖18周年,令人争议不断。 值得庆贺的是赵丽颖迎来了她的18周年,但是她所经历过的旅程也引起了争议。 有些人认为她的角色选择过于相似,缺乏突破性,但也有人认为她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特点,能够完美的诠释人物。 这场争议也让赵丽颖成为了公众热议的话题,无论是好评还是差评,她都能泰然面对,继续前行。 网友调侃,赵丽颖,你是人类的蜡烛吗? 网友们对赵丽颖的争议也引发了一些滑稽的评论。 有人调侃道:"赵丽颖,你是人类的蜡烛吗?因为你的演技点燃了观众的热情。 这种富有幽默的评论不仅让人捧腹大笑,也凸显了观众对赵丽颖的喜爱和期待。 不论是赞美还是调侃,赵丽颖始终与观众保持互动,成为备受瞩目的明星。 赵丽颖迈入了她事业的第18个年头,无论是她的勤奋与坚持,还是她的作品和演技,都应该受到我们的尊敬和赞美。 她以自己的努力和才华开辟了一片天地,成为了实力与口碑并存的大女主角。 无论是受到赞誉还是遭到争议,她都能从容面对,持续为观众呈现更加丰富多彩的表演。 让我们共同祝贺赵丽颖出道18周年,期待她未来更加辉煌的演艺道路。 你对赵丽颖的作品有何看法呢?